目前在全球多个国家新冠疫情高峰已过 新增病例呈明显下降趋势 但是各国政府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纷纷收紧或保持严格防疫措施 以防新冠病毒卷土重来 俄罗斯教育部第一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 在新学年开始后 俄西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和俄东部外贝加尔边疆区的个别学校 出现零星新冠病例 一些年级和学校教学模式改为远程教学 在莫斯科和其他很多 已经恢复当面授课的地区 只要家长通过书面形式 申请自己孩子上网课 学校也会允许 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5号表示 俄新冠防控局面总体良好 但有30个地区的防控形式较为紧张 其中需首先关注 有工人定期轮换作业的俄北不数个地区 当地工人速营地的防疫 是防控工作重点 韩国首尔市政府6号宣布 未来一周内 首尔市所有大排档路边摊和移动餐车等 在21点后禁止顾客在摊位就餐 以响应防疫部门延长首都圈加强版防疫措施的决定 遏制疫情扩散 首尔市大理市长徐政协 邓天在记者会上说 现在是兼顾防疫和民生 努力让生活回归正轨的黄金时间 希望通过收紧防疫措施 遏制疫情扩散石头 徐政协表示 虽然首尔市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回落至100例以下 开始呈现下行趋势 但感染途径不明病例的比例超过20% 无症状感染者比例接近40% 依然不可掉以轻心 尽管新增新冠病例呈减少趋势 澳大利亚疫情重灾区墨尔本市 仍无法于本月中旬按时解封 维多利亚州州长丹尼尔恩德鲁6号宣布 维州首府全国第二大城市墨尔本的疫情 第四级防控措施延长两周 至本月28号 他表示如果解封过快 11月中旬前当地会有第三轮疫情爆发 墨尔本7月8号起封城6周 但没能有效控制疫情 8月2号安德鲁宣布维州进入灾难状态 墨尔本疫情防控措施 调升至第四级实施宵禁